玩具熊的午夜后宫 是一款惊悚冒险类游戏 于2014年8月16日发行 游戏中 玩家将扮演Freddy 这家披萨店的夜间巡逻员Mike 负责店内的所有事物安全 披萨店为了吸引更多孩子的到来 在店里摆设了许多玩具熊 小兔邦尼 小吉吉卡 狐狸海盗Horse 小熊弗莱蒂 以及黄金弗莱蒂 可诡异的是 这些都是被孩子灵魂附身的机器人 每当午夜时分 玩具熊就会复活 在比赛店四处游走 作为主人公的玩家 要待在监控室安全度过五个晚上 鬼叔在第一次玩玩具熊的午夜后宫的时候 显意识中觉得游戏剧情 似乎是来自于现实世界 比如恐怖游戏乌拉尔山 就是根据1959年迪亚特洛夫事件改编的 而游戏背景中 涉及到的灵魂附身玩偶 也有真实案例 比如 美国安娜贝尔娃娃和罗伯特娃娃 电影《安娜贝尔》 就是取材于灵异玩偶 本期 鬼叔就给大家讲讲 玩具熊的午夜后宫 八七只咬事件 一起来看看吧 在美国 有一家以机械玩偶而出名的餐厅 捷克知识餐厅 当潮水退去 黑暗散尽 人们依旧络绎不绝地出入这里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 当你知道这里发生的惨案 你还敢去吗 这是一家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快餐店 刚开始 餐厅名字 与玩具熊的午夜后宫中 游戏玩家要去的披萨店 名字极为相似 这家店是一个结合了 街机游乐设施 和玩偶秀的主题餐厅 上世纪八十年代 街机游戏机和动画风靡一时 创办人从中看到了商机 便把这些融会贯通 创造出了 以捷克老鼠为首的 一系列卡通人物乐团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些玩偶都是由真人来扮演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卡通人物又全部被换成了机器人 更换原因 鬼叔无从得知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摆在餐厅各个位置 进行演出的机器人 成为了餐厅的一大亮点 很多人慕名而来 也许在那个时期下 这些玩偶的造型确实非常可爱 让人眼前一亮 但屏幕前的你 也这么想吗 诡异 恐怖 不安 恐惧 这些词汇形容这些玩偶 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他们和玩具熊的午夜后宫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游戏中 鬼叔进入到监控室 接着会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中 前员工会给你一个这样的信息 他们在白天也能四处闲逛 这里的八七之咬 则是1987年 发生在美国查克知识餐厅的 真实事件 当时 这家餐厅盈利 主要是靠举办生日派对 速食 以及街机游戏 而餐厅恰好 在为一个孩子 举办大型的生日派对 一个小女孩 走到了狐狸豁斯面前交谈 就在这个时候 诡异的事情 发生 请请请你女儿 起来的舞台 她不是任何人 让她玩跟狐狸 如果她想玩跟狐狸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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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嘴巴 狸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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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报道说是 机器人突然出现了故障 咬掉了小女孩的半颗脑袋 和前额叶部分 幸运的是 小女孩神奇地活了下来 此事已出 餐厅一蹶不振 客流量大不如从前 而这些机器玩偶们 也被要求 只有在非营业时间 才能出来活动 细心的玩家已经发现 餐厅的五个玩偶里 只有狐狸海盗horse 长有尖牙 嘴巴的吞吐量最大 远比其他玩偶更具破坏性 而且 它的下额是坏掉的 也许 正是咬人之后坏掉的 然而 故事并没有结束 八七只咬事件后 餐厅又发生了一起 神秘的儿童失踪事件 五名孩童在餐厅里 被假扮成人偶的陌生人 诱骗到后台 就此消失 虽然警方在不久后抓住了凶手 但 一直无法找到这些儿童的尸体 警方遂草草结案 在游戏中 玩家会发现一张报纸 报纸上说 这家非死雄弗莱迪比萨餐厅 也发生了一起儿童失踪事件 和现实里杰克知识餐厅 惊人的一致 警方并没有找到儿童的尸体 乌漏偏风连夜雨 这家餐厅还发生了一起恐怖的枪击案 1993年12月13日 犯罪嫌疑人纳森·邓拉普 因遭到解雇而心生恨意 在这家餐厅里 用手枪射击了餐厅内的五名员工 造成了四死一伤的惨剧 更为恐怖的是 他们在现实中被害的位置 与玩偶在游戏中出现的位置 高度吻合 比如 受害者本格兰特 在使用吸尘器时被射杀 而游戏中 小兔邦尼的位置 就是摆放清洁用品的杂物间 五个受害人 暗示了在游戏中 这五只恐怖的玩偶 比较特别的是黄金弗莱迪 代表枪杀案中 唯一的幸存者 Bobby Stevens 他因为装死而夺过一劫 在游戏中的黄金弗莱迪 安静地坐在角落里 有那么一刻 你会觉得 他似乎一直盯着你看 在游戏中 黄金弗莱迪出现时 流言语音会提示 试着装死 你知道怎么做 全身放松 此后 杰克知识餐厅 又发生了一系列 诡异离奇的事件 失去了孩子们的拥护 他的生意 一落千丈 现在 玩具熊似乎不能移动了 但暗地里 他们好像依然和某些 未知的力量 存在着联系 他们似乎是在等待 等待着又一次的 重见天日 不仅仅是在游戏里 可能是鬼书怪谈 也可能 是你的梦里 本期结束 周五 预言梦灵异事件揭秘 不见 不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